欢迎至于回到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上志 国际间关心中美两国的部分的 高层对话非常重要 因为有对话才能避免冲突 当然现在无论是 最高拜登习近平的对话 包括国务卿的部分的层级的对话 经贸的国安的乃至于军事对话 所以现在在新加坡举行的 香格里拉对话 在今年中美两国的国防部长 究竟有没有对话 那么现在看起来没对话 但是有握手 没有实际性的交流 那么可以看到在先前 我们在昨天新闻大白话当中 也有看到两位不仅是 美国奥斯汀跟中国的李尚福 不仅相坐距离的部分非常远 而且其实在整个过程里头 后来也是辗转的 然后两个人才握手了6秒钟 没有实际任何的交流会谈 没有双边的会谈 那么我们可以比照当时 如果看中国大陆的李尚福 跟其他的各国的国防部长的 部分的往来就不太一样了 我们特别来看 那么李尚福跟日本的防卫大臣 冰田静一 他们举行了双边会晤 而且以他们两个人见面 当时握手的状况 所以这种是一个主动性的部分握手 如果是一个正式性的对话的握手 当然这就是这样 中日之间跟昨天我们所在 《金融大白话》看到的部分 那么李尚福跟奥斯汀的握手 感觉有点不请不愿的 那么当然现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他批评其实北京是拒绝对话的 那么现在他说 他所关切的是 中国一直不愿意 就我们两军之间 设立更好的危机管理机制 来做更认真的接触 因此他自己是在香格里拉对话当中 是以印太地区共同愿景 发表了演讲 他在演讲当中 他特别提到了 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大陆 和他的盟友伙伴 采取胁迫和欺凌 尤其要维持台湾的现状 当然针对此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 科学院的研究员赵小卓 他提到 谈是要解决问题 而不是为谈而谈 美国都在做的部分 可以看到都在破坏 尤其原来台海这十多年来 都是稳定的 是美国 所以你推动这个事态 美国渔翁得利而已 听一下赵小卓的说法 谈是要解决问题的 不是为谈而谈 我们谈什么呢 对吧 而且谈就是要双方 过去其实几十年 这么说吧 或者是过去十几年 台海地区还是比较稳定的 美国他要破坏 他要推动这个事态 不断的在变 变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要从容于力 其实这个部分 中国大陆的打脸 不止赵小卓 那么这位部分 是中国大陆的 国防大学副教授张驰 在奥斯丁的刚刚 讲到这场演讲之后 他现场马上提问 他提问说 你美国一方面说 要支持东协 成为区域的中心地位 你另外一方面 又建立许多类似 AUKUS跟QAD的多边组织 你这个部分 就是美国发挥领导力吗 这当中不互相矛盾 所以你这种说一套 做一套的部分的说法 是当场打脸 或当场质问 而奥斯丁其实没有直接回答 他是在他的回答当中 一直提security stability 包括capability的这三方面 这个词都陆续出现了九次 对于刚刚提到地区安全 你自己的立场跟矛盾 是一字未提的 当然现在有关于 除了中美的部分 现在国防部长的部分 看起来这次没能谈上了 感觉起来还是互相有所封闭 但是奥斯丁特别提到 他还是会持续在海上 或国际上空 对于中国所造成的 各式各样 包括飞机进行的 这种危险拦截 各式各样的这种 咄咄逼人和不专业的 飞行案例 他说其实国际都看到了 美国都看到了 我们不得不看到 是最近的在台湾海峡 在日前所刚刚发生的 就是美国的中云号驱逐舰 跟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美加两国的护卫舰 通过台海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有一艘中国军舰 从前方斜切进入航道 那么两个舰艇 中美两国的舰艇 相距不到137公尺 我们现在像画面上看到的 这个137公尺 你在地面上 陆地上 还有点距离 可在海上 包括在行径移动当中 这个可是一眨眼就要撞上了 所以非常的危急 那么也包括我们知道 在先前也曾经发生过 中国大陆的空军的部分 也曾经有包括 跟美国大陆的这个部分的战机 非常部分的靠近 所以现在当然也有消息指出 未来在台湾方面 台湾方面是不是以后 美军有可能会直接参与 台湾的汉光演习 那么双方会更密切的 包括军事参数的 各式各样的资讯资源的合作 来提高彼此合作的 共同联合作战能力 所以现在白宫顾问 他被提到 美国会尝试拉大陆 进线武谈判 也就是说一方面 美国又想要拉大陆 大家一起来线武 所以各式各样 这种矛盾的部分的做法 国务院说 现在亚太助理国务卿 康达明即将要访问中国 讨论双边的关系议题 所以现在看起来 国防方面虽然没有对话 但是亚太的助亲 似乎接大使 还是有点接触的机会了 对 美国现在 中国大陆现在对美国策略 现在越来越比较清楚了 其实就是说 外交安全上面 已经开始接触了 对 不过他是跳过布林肯 他是直接由王毅 跟苏利文已经谈了 是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经贸部分的 那个王文涛 也跟那个 美国的商务部长 也都见面了 所以慢慢在接触 可是现在军事这块 变得还是一样 铁板一块 没有错 我觉得中国大陆 在军事上面 基本上已经开始反手为攻了 这些都是攻击性的 怎么攻呢 就是基本上 行为的改变 你过去你的抵径侦查 比如R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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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35 RC35 对 中国大陆是有这些 来驱离的作为 可是这次直接是用尾流 来扫你 没错 那个扫的话 基本上 我觉得他战斗机飞行员 没有得到这个基地的同意的话 他做这个动作 是 第一个是蛮高难度的 是 这个也有危险性 对 不过他这个做法 我看了他的 这个战斗机 我觉得一点 我觉得非常专业 技术很厉害 这么高的速度下 他用他的尾流 直接把你RC35 震得成那个样子 你不得不佩服他 他事实上 他的技术是很高超的 专业度是很强的 另外一方面 这次在台湾海峡 两个军舰 近距离接触 我觉得中国大陆 目前就是用行为 来改变美国的行为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 在两国关系 国际关系上 你论述的讲法 就是说还有你讲话的语调 内容改变 其实那个还不是很 那个还不是说 真正可以改变对方行为的 那么现在看起来 中国大致用行为 看逼迫美方来改变行为 那么而且在直接做 行为改变的过程中 跟美国人不沟通 我觉得这里面的话 就变成又实力讲话了 看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另外还有 中国大陆现在这个军事演习 单方面的军事演习 还有这个所谓的跨国军事演习 现在慢慢的开展 这次跟新加坡月初的时候 上个月月初的时候 跟新加坡的军事演习 那么目前有六国的 其他五国东协国家的联合军业 也正在紧锣密鼓的丑话当中 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就是 中国大陆行为上的改变 然后这是在相会里面 中国大陆基本上也是主动出击 然后他与会的这些军官 都是主动对外发言 主动质问 主动质问 然后带区的代表团阵容非常强大 然后双边的这种 在场边的接触也很积极 基本上就是不跟美国接触 基本上就不跟美国接触 而且中国跟日本之间的矛盾 也很深 可是这一次跟日本是高姿态 友好的方式进行接谈 我觉得这就是统一战线里面 就是说次要敌人跟主要敌人 做一个区隔 那么对日本的话 采取一个次要敌人的做法 那么把美国的主要敌人 凸显得很明确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现在已经整个做法上 已经完全改变了 军事上的话 其实美国已经推到的张力 已经是非常到极限 你想想看 距离中国大陆沿海50公里 你还能再往前飞吗 现在中国大陆开始反手了 我觉得局势慢慢会转变 我们可以观察 舰长你怎么看包括这次 那么近距离137公尺就快撞上了 如果说我们仔细看RCE35的状况 我们大家要仔细看一件事 那个拍照的到底是谁 那拍照的是副驾驶 那也就是他们早就知道 歼16要从右侧的方向过来 然后他直接拿着照相机拍 难道RCE35上面没有其他的 可见光红外线的装备可以拍吗 当然有 他就故意要展示 他们的驾驶员的那个 Joystick就是操纵杆 抖动的那个状况 可是你到底到哪里去了 这个我们等会再讲 我们先看到如果说这张图的话 也就是我们把他这个 刚刚的那个画面切成四切的话 其实我们认为就是他是一个交叉相遇 交叉相遇其实也就是说海上 他第一个我们船没有刹车 那第二个海上其实我们有避碰规则 他有很多的内容 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来看 如果他是在那个112.5度以前 这样子穿越过其他舰艇的时候 我们认为他叫交叉相遇 那如果从后面过来的话 我们叫他叫追越 追越跟交叉相遇完全两个样 那追越的话他要负责 如果说是中国大陆现在这个 056的这个飞弹护卫舰 他是追越的话 他要负责那个 我们讲到钟云浩的安全 可是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来的话 他不是他是交叉相遇 交叉相遇当然 如果我们按照避碰规则来看的话 那个事实上056 他应该是需要让路的 那但是他为美国为了对不起 为什么解放军不让呢 因为就是诚如刚刚介大使所讲到的 现在对于台海甚至在南海 解放军到底是怎么来看待美国的抵径侦查的 大家很多人都会讲说这一个其实是国际航道 可是对于中国来看的话 这个叫抵径侦查 那个我去年的时候 我在台大发表了一篇论文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探讨了 2020年跟2021年 解放军他到底所谓的就是对于 美国的抵径侦查他做了什么 他的样态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在结论中是这么说的 也就是他在2020年 他主要的各种演训 就是我们常常从各种的媒体所看到的 他们进行的演训 其实叫做武装海岛巩固近岸空防 这是2020年 2021年就是他已经改变了 他叫做反低空破防 贺阻抵径侦查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状况 常常我们台湾也有很多人说 那个美军到时候一定可以 及时的来援助台湾 那及时的来援助台湾 美国现在实际上可以服刑的 就所有的舰艇 对不起他只有295 295艘 可是解放军是多少 解放军他的数量已经超越了375艘 而且他持续的还在下水角 我们前两天看到的054B的一个外形 那也不用讲076的这一些 两栖攻击舰的成军 那个陆陆续续都会打造完成 所以我们真的要跟中国一战吗 还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是 韩兵 我觉得这一次相会显然 中国大陆是有备而来的 你看他除了拒绝跟美国接触 他其他全部都接触 然后他也准备了一大堆东西 在阐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中国大陆这一方的观点 他要告诉这些与会的国家 还要告诉全世界 现在是谁在破坏台湾稳定 现在是谁在破坏世界和平 是美国 在中国大陆的观点是这样认为 所以他们积极的 就这个方式不断的去阐述 他们这一方的论点 当然其他国家会不会相信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说 他们不再像过去一样 就是好像所有的论点 所有的规则 全部由你美国来制定 现在中国大陆认为说 我也要告诉世界 我的观点到底在哪里 然后去争取其他的国家的 认同跟支持 所以我觉得这次 这次相会中国大陆 特别在做的一个动作 至于说奥斯汀一直指责说 中国大陆不专业怎么样 这些故意挑衅这些行为 我请大家注意到 就是他们这个西纪上面 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 他说在国际空域和码飞行的 美国和盟国飞机进行数量 惊人的危险拦截 我请教一件事 如果不是因为你抵径侦察的数量 实在太过惊人的话 会发生数量惊人的危险拦截吗 是 所以就表示你自己太过分了 对不对 你请问一下 如果今天是中国大陆 在你美国沿岸附近 进行这样的飞行的话 请问你美国人打算怎么办 你告诉我 是 如果三天两头就派了军舰 派了潜舰 派了飞机 在你附近这样倒来转来转去 然后中国大陆解放军 跟你讲这是国际空域 国际航道 我为什么不能来 请问一下你美国人会作何感想 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你美国毫无理由的 不断去接近人家 请问你到底是要开战 还是要怎么样 实际上 奥斯汀所指责的不专业 我告诉大家 这是前苏联的标准专业模式 是 你知道 前苏联因为他知道 他的船舰没有美国强 他的雷达没有美国好 他在很多性能方面 他的船舰不如美国 所以他们当时的 设定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只要有美军的军舰接近 我不啰嗦 因为我不可能直接跟你攻击 不可能直接对你发炮 所以我就是彼此对你往里面撞 看你要不要让开 对 前苏联就是这样干的 美军那个时候也是跟现在一样 不断的抵近侦察苏联 到处这样 想从各方向去试探中国大 试探前苏联 苏联就是用这种方式 直接对着你转过去 要嘛就转 后来还真的转了不少事 是 美国也发觉苏联的政策转变之后 这种抵近侦察还开始减少 那中国大陆现在就是用这一招 反正你有种就来撞 要撞就撞看 看看到时候撞了之后 你们准备答案怎么解决 所以我觉得美国如果要去指责 中国大陆这些行为之前 你自己是不是要先考思考一件事 为什么你要用 如此数量惊人的方式 去进行抵近侦察 你是真的想要跟中国大陆开战吗 如果你不想开战的话 求一下做出这种挑衅的行为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没错 请您稍微休息片刻再回到新闻大白话